各位你經過剛介紹之後有沒有覺得FogueSide還蠻簡單的 等到你去用用看就知道 那我先提一下 我有很多的教學其實我已經整理好了 我放在我的部落格上 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在左手邊 在左手邊首頁的左手邊就會看到 最近我都整理一些 教學的部分 那這裡有一個 叫做翻轉教學現行記 這裡面就包含很多FogueSide的教學 還有剛剛有提到的 一些小技巧包括像Windows 10 那你進去之後 就會像這個樣子 這裡面 你就可以找到 我裡面有很多像這個FogueSide的 教學 然後呢 還有上課的錄影片都在裡面 你可以直接從它上面進去看 這樣的話 你可以看到 更多的一些小技巧 像剛剛我跟 兩位有Mac的 我為什麼會用就是因為 我有之前還有去 Mac教室 這個Mac教室也蠻特殊的 Mac教室這麼豪華 蠻特別的 這個在台中的 現在應該也沒有 沒有人有像他們家 本錢這麼粗 因為 那個螢幕都是27吋的 27吋 有還原 你們應該沒有哪一間教室長這樣 這樣子學校可能會虧本 所以蠻特殊的 在上面就是上 那個 OBS 所以我們上課的過程 在上面 因為Mac其實有它好用的地方 像上課是像這樣 像在玩電競 有興趣 那所以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這上面看一看 那 提了這麼多其實 Focus Life不難 難的是什麼 你要稍微習慣一下 這樣的思考方式 所以我要再跟各位提的 就是這個叫 S-Mind 事實上新制度 不一定要用S-Mind 因為有很多選擇 但是重點在說 你要 用這樣的方式 去思考 去試看看 因為平常呢 我們的簡報方法 就是一頁一頁的台 所以你會覺得 不習慣 可是呢 你看到我的這個講義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也是這樣一個一個的 對不對 一個一個的 那 新制度其實也可以拿來做 簡報 只是說它的 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通常我都是 就是思考的時候 或者是當講義 我會像這樣用 但是真正的簡報 呈現出來 也許我就 考慮用Focus Life或其他的方法 好這樣 在看的時候 會比較好看 那 我喜歡用S-Mind的一個 比較大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很自由 它很自由 那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 講義上面 它上面有 圖片有文字 還有什麼 事實上還有超連結 還有超連結的部分 我給你看其他的 比如說像這個 我去講這個叫Google地球 Google地圖 你看 我有沒有想很多 有沒有 我要講一個主題 這樣比較小 但是 各位先稍微看一下 就是 一個主題 就是我們講的 有一個重心思想 對不對 好像作文題目一樣 那你針對這個作文題目 你的報告也好 你的簡報也好 你已經有一個主題了 我再去把你的肉 骨頭 肉長出來 那 你就 可以去思考一下說 我有這個主題之後 放大一點 可以看一下 我就會想很多啊 這裡 有想到什麼軟體 有找到什麼資料 有沒有發現 我可以一層一層打開 像這樣一層一層打開 有沒有很多東西 因為 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先思考 你要先思考 我要 找什麼資料 我要做什麼 那這裡面呢 還包括了超連結 對不對 你這樣子是不是 以後你再看的時候 所有資料都在一起 都在一起 那你要準備東西 像我要準備東西 我就要 找很多 找很多不見得 一次上課就全部 用到 可不可以下次留著用 可以 也可以 有其他的主題的時候 我想到以前 我準備過 整理過 我就可以怎麼樣 再拿出來 跟別人一起用 所以 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剛剛看到的這些呢 S-My舊版本 舊版本他有這個功能 我是很喜歡的 叫修訂歷史 我問一下大家 你們現在都是 應該說我們現在都是數位檔案 對不對 那你那個報告的檔案 請問你 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再拿出來用一下 通常 報告完就解脫了嘛 通常檔案就算留著 一點都不想打開對不對 可是呢我這個檔案你可以看到 2014年 2015年 2016 有沒有都打開了 對不對 而且 我還可以從裡面看到 我以前 剛開始 怎麼用的 有沒有看到 我以前剛開始東西比較少 然後呢我的思考的歷程就在裡面 這樣你清楚嗎 所以 他有歷史紀錄 那我就可以重新回頭來找一下 找一下我 之前有想過的idea 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這個是比較少的 這個比較多一點 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 修訂歷史 這樣應該不會很過分吧 一個打蛋用那麼久 對不對 好 你都留著 而且你看下面這邊 新制圖 不是只有一個分頁 有沒有覺得有點像 Excel的 概念 你可以記錄很多事情 你可以記錄很多事情 你可以留下來 那你看我的FAQ的 因為 如果一個 太多 你會覺得要看不好看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把它分開 對不對 這樣子是不是所有東西 你就可以整合在一起 這樣使用上 你就可以找很多 那麼 像這個我就是拿來當什麼 當講義勇 而且他也可以做超連頂 你看點下去 有沒有都跳過來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像這樣去使用它 喔 所以其實我是一直很鼓勵說 其實 我們 簡報呈現的方法 它只是什麼 只是新制圖嗎 也是新制圖的概念 讓它 視覺上比較漂亮 但是你真正的 我們講的 就是 心法 其實你還是要回到 這種新制圖的概念 因為 思考是這樣子 我只是在把它延伸出來 再把它延伸出來 那 這個我先像這樣簡單介紹一下 我等一下呢 就 用一下S-Mine的方式 給各位看一下 好不好 好嗎 吧 好嗎